请接牌 县长卓博员是清零接牌并且兼任普查处的处长 县长表示这次普查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不采用全编调查的方式来办理 改采公务登记服以抽样调查方式办理 推估本县受访民众大约是26万人左右 上一次的普查是在2000年 这一次是在2010年 就是西元的年份尾数是零的部分 我们来进行一次人口以及住宅的普查 这一次的普查不会进行每一个家户每一个人的普查 而是透过我们公务的系统 透过我们的抽样调查的方式来进行 县长指出这次参与普查的工作同仁都会被要求要确实遵守三部二会的工作守折 所谓的三部就是普查员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 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 不会要民众提供账户或存折 而二会就是普查员会佩戴普查员证 会亲自递送自受访护函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这样的要求及宣示来预防诈骗 同时提高民众的受访意愿 现在也是一个网际网路的时代 我们也欢迎民众透过网际网路的方式来做这个承报 能够便利往返公务机关的这个时间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力的合作 我们能够尽量的以便捷有效率 便捷不扰民的方式 避免诈骗集团趁机而入的方式 来完成十年一度的一个重要的 我们的人口及住宅普查的工作 主机处表示 9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实地放查期间 将从民国99年12月26日 至100年的1月22日为止全面来展开 由于普查规模庞大 所需动员人力大于1000人左右 县长因此期望所有参与同仁发挥团队精神 努力以赴 并且宣明能够全力配合访查 圆满达成普查的工作